福便郡政府聯合了多個執法部門代表宣布了這個消息 福便郡去年11月與Exxon公司簽訂2,200多萬美元的10年合同 供買警員隨身攝像機 虛擬實境的訓練軟體 數字證據存儲管理庫 警車的智能攝像機 以及具有最新功能的電機槍 福便郡政府表示 合同的實施將保護執法人員的安全 加強社區與警員之間的信任 合同也保證了福便郡的執法部門將獲得658個隨身攝像機 其中6成撥給福便郡警署 Exxon的隨身攝像機有直播功能 還有衛星定位系統 合同還包括執法警車的智能攝像機400多個 最新款電機槍近600個 福便郡是Exxon公司在德州最大的郡政府級別的客戶 也是第一個使用Exxon公司虛擬實境訓練系統的部門 新唐人記者陳玲玲 休斯頓報導 寺三無限 前進 三 二 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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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